去到那個地方,本來心態環境適合的已經全部燒焦了 有時我們要做環境保護,要做保護,有時是很追喪的 追喪的,追喪的,我相信你們 但我們都要繼續 那我們怎樣做事呢? 我們可以去到內地,早期我們哄他們,看著有幻 看著他們覺得這張真是很美,很喜歡掌 然後他們會去研究,看完之後就拿一本書跑一輪 然後就好像雀仔會這樣,我們就哄別人去欣賞 然後就覺得很過癮,然後研究一下 就愛烏及烏,聽過愛烏及烏的東西 沒聽過?我講錯話 愛烏及烏,已經有人中了我讀了 全部是甚麼? 愛烏及烏 誰說了? 嘩,你單手指這樣 但我們官僚的人是愛烏及烏,我們看到他們穿著 我們很擔心這張真是沒有屋住 所以我們會保護他們的身體環境 所以我們是由欣賞開始保育結束 他們結本內地,我們可以促進到內地 他們現在都很關心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去影響他們的 早期他們沒有官議會 搞一會就有了 2004年有12個,他們搞一會搞一會 2012年有27個,現在不止了 現在中國人都想要做會長 所以到處都開官議會,大家都做 所以現在不止了 自從搞了各個的班底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這些 中國沿岸調查到處 我們有很大的驅動 香港人是可以很大力量影響外地的 中國沿岸調查 這個是2005年開始,來到2010年 這段時間,夏天的便少些,冬天的便多些 曾經數到最多的是,2007、2008年 它數到20萬隻鳥 但我們後海灣經常都數到5萬隻鳥 這是很經典的,後海灣大陣5萬 全中國現在看來看都是20萬 所以計算是四分之一 我剛才跟你們說過四分之一 大家記住,我們香港真是很重要的 如果哪個都要搞 要看鏡鏡,不要看鏡鏡,看鏡鏡 我可能吃完東西,那些東西都藏在牙鏡 大家記住 你想都想不到,中國鳥類這件事裏面 尤其是水鳥,香港尤其是米埔 是四分之一 我們為甚麼 誰說它是毒藕 然後真的動手的話 我們真的要砌它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是會砌 如果它搞得好 會砌得我們中國四分之一的石仔 而且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那條路,中間斷了的話 它要跳過香港去別處找食 隨時是沒有,找不到食 它可能去不到下河站 它就會斷 一斷其實是拜拜 我們香港自己都有數 香港的濕地就是這些地方 這邊就是後海灣那邊 其實我們官要會和互處 他們互處給多少贊助 其實我們很多義工 他們就數著香港 香港的濕地有些甚麼 用後海 au 或 in 歐 這些是在米埔看水鳥 很多時常在講這些是 在水口液 在水口液 壓,路,黑臉皮露 我就突然騙你們的壓力 那些黑鏈疲禄是不是每一隻都一樣 現在看著我,不要看著 是不是每一隻都一樣 有誰看到有不同的 有沒有人看到其中有一隻不同 或者不止一隻不同的 舉手,誰看到 舉手,舉手,舉手 你見到了 那就是好眼 又有可能不讀大學 恭喜你 這隻翼尖有黑色的 如果你不懂玩,是不是兩種 不是,這隻是小孩 有小孩的 有小孩的 所以我們又會數一下究竟 一群鳥裡面有多少個小孩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研究 因為如果看來看去 一萬隻鳥才只有一隻小孩 那這群人就遲早絕種 聽不明白 如果一萬隻裡面有二十隻小孩 這隻鳥有希望不會滅絕 聽不懂得懂 所以我們要做一下這些事情 我們在香港 以前政府沒有給錢 我們都數了 那時候是七幾年 要去到這段時間才開始政府有給錢 在這裡 政府開始給錢我們數獎 不過很壞 好像這頭給錢那些獎 掉下去 要保證是繼續給錢 繼續給錢數一數就多了 以前我們 我開始看市場的時候 海灣我們數到二萬三萬隻 不過去到後來一次六七萬 不過呢 剛才我提了幾次 這個是五六萬五六萬個位 其實我們比較穩定就是五六萬隻 五六萬隻 在香港的鳥海灣 我們就靠這些東西數著 我們就知道香港的鳥仔 可以不可以 對 在這頭 那個海灣 開始變成保護區 所以它的數目是上的 這個我們明白的 有時候這些起落可能是氣候的問題 但我們不是就這樣數 我們要分種來數 我們香港 原來那些鳥仔不能夠 假設它永遠都在這裏 比如這隻 這隻我 我當年開始看鳥 大概是這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很多的 可以見到三四千隻鳥在這裏 這隻Sheldup 橋備馬 但是很不幸 我還不知為何 我一不做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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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靈異 因為我沒有去看長子 我們為何要做這些調查 就是讓我們知道 究竟每種長有沒有什麼變化 那 那譬如看到橋備馬 這樣跌的話 我們便知道 咦 可能有事要做 但是不用怕 它可能不是面絕 可能只不過是 因為氣候暖化 所以鳥仔 覺得不需要來到那麼南邊 去到江西都可以 這樣都不定 那我們便可以跟江西 內地的人溝通一下 因為這隻鴨 這隻鴨比較大隻的 你知道北方的人都比較大隻 即是說它拍攝它 它喜歡冷的那些 那些 所以如果氣候暖化 它可能便不需要來到香港 所以就不用那麼害怕它 好像死定了 要做調查 不過這個現象還需要研究 我給大家知道 就是有時候很簡單地做一些統計 數一下 遲些是會找你們去數 連麻雀都要數一下 因為 在有些中國有些省份 麻雀在不知不覺之間變成瓶藝物種 江西藤經章的麻雀 算是他們要保護它的雀 突然間發覺很少 如果我們在那裡數著 我們便不知 所以為何你們遲些要做雀調查 就是很簡單地數一下 數一下會見到一個問題的出現 你不要以為 哇 數麻雀這麼悶 是不是硬硬找我們 找東西搞 不是的 那麽有隻叫羅文雅 有個叫詩編 這裏叫羅文雅 其實這裏 你們很硬的 可以看到很幼細的文 在我看 在我初初官邀的時候 在米布也是可以看到幾百隻的 不過 也都是已經很多年很少的 那這隻呢 這隻是 當年為何在米布會做到保護區呢 因為初初就不是的 那麽 那麽呢 我們那些官邀的人 開始要想推就叫保護區了 那麽呢 其實我們漏了那些 其實WWW是我們漏了那些人成立的 就是官邀會想著自己玩的 那麽 他搞了保護的東西 然後找個國際品牌 所以就漏了那些人 在香港成立WWW 那麽漏了那些社會有地位 的人成立 那麽跟著就說 那麽來整個保護區 那麽怎麽整個保護區呢 香港的官員 不會聽人講話的 香港的官員聽鬼講話的 那麽所以有一次是哄了王夫來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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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不認識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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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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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我爹 就哄了他來香港 然後就哄了他去米埔看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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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做保育 是 不管是什麽辦法 行得通就是辦法 爹 那麽 在外國、在韓國都發覺這隻東西的數目跌得很快 於是透過這些統計大家知道是有問題的 現在就在搞緊 香港另外一隻叫皮嘴鴨 其實直到現在都算比較容易見到的 這個很有趣 這個就是我們當年開始看獎就不覺得那麼多 但是來到200多年可以過過千隻 這就是過萬隻那麼多 所以不是說所有的獎都在信 有些獎會多的 不過這幾年都是不變化 有時可能是氣候會變化 有時就是其他人數 其實我們都害怕的 因為米布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機會 有時米布去米布看獎 看著潮水獎進來 我們很多時候都等著潮水獎進來 將那些獎迫到眼前 不過有時你會見到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整海一片黃色的圈過來 全部都是大肥的 什麼叫大肥 你知不知道 沒有處理的人是排泄物 不叫大肥 因為內地的那些 深圳直到現在很多的那些排泄物 都是就這樣入海的 有時看潮水 滿眼都是 不是每一隻都衰的 這隻就越來越多 這叫反嘴蚊 反嘴蚊越來越多 不過不要試 不要開心 因為原來反嘴蚊 全世界都衰